有时候我是真搞不懂 自己到几次来给老板上班了 还是来给老板上坟 记得我老板最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公司是要你来解决问题 不是制造问题的 而让他产生这种应急反应的 不过是我问了他一句 老板 三上个月的工资是什么时候发 WTF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首先 每天的签到任务 不会真的有人觉得 不打卡比打卡更自由吧 入职的时候 HR说 朝九晚六 上下班不用打卡 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 啊 这怎么行啊 我又是加班的话 不就没人知道了吗 后来我才发现 虽然没有了打卡机在形式上的监督 但却逃不过老板对你在精神上的束缚 每天当老板看到我的那一刻 他就会触发被动死亡计时 自动抓取每个人的上班时间 精确到秒 并且在脑海里自动生成一份医生表 然后当你要下班 他又会触发主动技能 王者审判 嗯 半先回家了 现在是六点整 我早上十点半才看到的他 工时不够 即早退一次 实际上是 他十点半才来 而我他妈九点钟就已经到了呀 而且他看不到就当我没来 还能这样玩啊 那我带心拉屎的时候 给他开个视频直播好了 他妈的 这九个小时压根就不是什么办公时间 而是与老板产生交集的时间 这哪是公司啊 这他妈不是赌场吗 我赌老板几点到 老板赌我上不上到 你要么比他早来 要么比他晚走 他转不转我不知道 但我肯定是要亏的 虽然迟到早退不会扣钱 但是会被保留终生追究全力的 有一次我跟老板出差 结果飞机误点了 他以肚子气跟我吐槽说 这飞机啊 跟人一样 时间观念加强一点就好了 然后我说 这个飞机啊 已经比人好多了 至少他延误了 还知道给大家同步一下 然后就去解锁 第一个直线任务 开会 我真搞不懂这些会议 到底有什么意义 老板谈了个项目 说让我评估一下开发时间 我说五天 他说只有两天 你重新评估一下 What the fuck 然后就是讨论 如何用两天时间 完成五天的工作 并且不能出现bug 而讨论的结果 通常只有一个 大概就是只剩一天半了 而我只能勉为其难的说 那我通宵两个晚上吧 但实际上事情 我一天就做完了 因为本来就只要一天 在职场上要保护自己 他可以高估你的效率 但你不能低估他的刀法 因为这些傻逼老板 能拿下项目 他靠的不是感性 也不是理性 而是公司的源源流动性 这些老板让你觉得恶心的 不仅仅是他的行为 还有那些奇奇怪怪的规矩 比方说老板 为了解决客户满意度的问题 他针对客户群 定了以下规矩 这种余气词 二 回复客户的时间 不能超过五分钟 老板在群里亲自监督 为者罚款五十 上不封顶 果然这个问题 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因为我们背着老板 跟客户新建的另外一个群 聊得可开心了 负责院的说 员工有多能忍 老板就有多少低 而我老板身边就有两大护法 左护法男 40岁 职务总监 工作职责 为老板开车 帮老板传话 给老板出气 用护法女 36岁 职务经理 工作职责 是别让他工作 虽然他俩在公司的 发展道路上毫无建树 但是在照顾老板的 特殊癖好上 那叫一个他妈的 严重龙凤 别有幸 在公司待了一两年以后 也偶尔能在高层 和基层的圈子里面 反复横跳 我曾经好几次 见识过老板 坐在保姆车的后座 脱了鞋 把脚怼在 左护法的头上 也见识过老板在会议室 当着重人的面 把手机里火烧鲍鱼的 小视频给用户法当众观摩 而在这种非人行为面前 他俩也只是笑了笑 受欺负了 不反抗 对方只会越过分 当傻逼被越养越大 糟罪的可不止 他们两个人咯 当然同样作为中年人的我 也很理解 他们为了生活 选择了忍让 毕竟火没烧到我身上 又关我什么事呢 直到后来有一次 老板让我给他倒水 还趁机摸我大腿 我直接泼了他一脸 以上就是我成为一名 纯职视频博者的全部故事了 说真的 离开公司半年 我是真的有点后悔 当时泼的为什么不是开水